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协调制定加国的疫苗护照,以方便加拿大民众的国际旅行,但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基于实际可行的标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及盟友进行合作,努力协调疫苗护照的推行。 加拿大目前正在与全国的专家与部门合作,商讨有关事宜,但颁布疫苗护照的具体方法及颁发的时间线还未有明确说明。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目前各国都在讨论疫苗护照问题,加拿大也在研究复工、复产和边境重开等问题,但政府首要目的是确保民众健康安全,未来措施会继续根据科学和证据来制定。 目前,加拿大审批的几款疫苗,虽已证实能有效防犯病毒,但接种疫苗后,当事人是否仍成为携带并传播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进而构成公共健康威胁,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 加拿大卫生部只有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科学解释后,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另外,卫生部称,加拿大疫苗接种证书由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保管。 加拿大即使最后执行疫苗护照计划,仍需各省和地区政府配合。 加拿大联邦副首席公共卫生官尼奥表示,加拿大目前还正在研究是否可以接纳以接种非加国批准疫苗的旅客入境。 据悉,欧盟上月首次宣布疫苗护照计划,近日又证实,欧盟27个国家目前正在与美国政府商讨国际疫苗护照合作。 目前,加拿大仗未加入欧盟的疫苗护照计划,但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颁发的疫苗证书只要满足欧盟标准,欧盟方也将给予认可。 根据欧盟提出的疫苗护照计划,护照内会提供持有人是否接种疫苗,接种哪一种疫苗,是否病毒检测为阴性,以及此前是否检测阳性并恢复等所有相关信息。 欧盟目前审批的疫苗包括强生、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等四种疫苗。 加拿大总理加斯汀丁杜鲁多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协调制定加国的疫苗护照,以方便加拿大民众的国际旅行,但具体信息还未公布。 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基于实际可行的标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及盟友进行合作,努力协调疫苗护照的推行。 加拿大目前正和全国的专家及部门合作商讨有关的事宜,但颁布疫苗护照的具体方法,以及颁布的时间还未有明确的宣明。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目前各国都在讨论疫苗护照的问题,加拿大也在研究复工复产和边境重开等问题,但政府首要的目的是要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未来措施会继续根据科学和证据来制定。 目前加拿大审批的几款疫苗虽然已经证实有效预防病毒,但接种疫苗后当时人是否会成为攜带并传播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进而构成公共健康的威胁,目前还缺乏科学的证据。 加拿大卫生部只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科学的解释后,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另外,卫生部门称,加拿大疫苗接种证书是由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保管,加拿大即使最后执行疫苗护照的计划,仍需各省和地区政府配合。 加拿大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尼奥表示,加拿大目前还正在研究是否可以接纳已经接种非加国批准疫苗的旅客入境。 据悉,欧盟上月首次宣布疫苗护照计划,而近日也证实欧盟27个国家目前正在美国政府讨论国际疫苗护照的合作。 目前加拿大暂时未加入欧盟的疫苗护照计划,但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颁发的疫苗证书只要满足欧盟的标准,欧盟方也将会给予认可。 根据欧盟提出的疫苗护照计划,护照内会提供持有人是否接种疫苗,接种哪一种疫苗,是否病毒检测为阴性,以及此前检测阳性并恢复后等相关的讯息。 欧盟目前审批的疫苗包括强生、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等四种疫苗。